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以前回向就不去禅妇啊 那现在呢我们要非妇回向 非妇解回向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非妇回向非妇解回向呢 那要知道这些个都是现象 并不是真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你还有什么禅妇呢 你好多人呢都说 哎呀 实际我是很清静的 但是啊 那些个钱财物啊 他总是来残赴我 我也没办法啊 那还是 愚蠢的众生 才会这样想象这样说 那愚蠢的众生啊 他就会这样想象 这样说的 那真实的 你看看 有一个人 人事物 可以缠赴了你吗 没有一个人事物 可以缠赴了你啊 因为什么呢 那这些所有的人事物啊 他都是正在转换 演变过程中的现象 是幻化现象 他怎么能 缠赴了你呢 好多人都说 哦 我就是妄想啊 总在残赴我 要不然我早就清静了 那你看你的妄想在哪里呢 他仅仅是幻化现象 他怎么能残赴了你呢 他就像过眼 烟云一样 就天上的那云彩 飘来飘去 他什么时候残赴你了呢 是你自己死死抓住 这片云彩好 那片云彩不好 是你在残赴他 记住啊 众生所说的这个残赴 残赴啊 记住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 能残赴了你 是你在残赴的人事物 不管是 没有人残赴你 还是有你残赴别人 我首先要指导一个 因为你和别人都是一样了 都是幻化现象 幻化现象 没有一点真实处啊 没有一点真实处 这就是真实的现象 他仅仅是幻化现象 那这些幻化现象 没有真实处 仅仅是幻化现象 所以说呢 叫非复回向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缠赴 什么 好的 这一来就是非复解 回向 什么叫非复解 回向 也并不是有什么东西 把你缠赴了 现在一定能解开 那我们现在学的呢 解脱的这个事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我们屏幕上 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 仅仅是幻化现象 并没有真实的文字 你还能说 想把哪个文字 拿出来啊 那你现在看看 你把你屏幕 哪个文字能拿出来 你拿不出来的 好 你现在这个 放上一张图片 一个人被绑起来了 一个人被绑起来了 那你看看 真有个人被绑起来吗 你还能把那个 被绑的人解开吗 那你伸手到屏幕里头去 你把它解开 可以解开吗 记住 它仅仅是幻化现象 也并没有一个 真实的被残覆者 也没有啊 这种残覆的解开 没有的 这个就叫非复回向 非复解回向 那么我们再往前发展 我们以前那些回向啊 再往前发展呢 就要发展到这里 我们再回向的时候呢 就要回向到这种智慧上 回向到这种智慧上 就是非复回向 那这一切并不是真正的 什么缠覆 也没有这些个缠覆的解脱 因为它仅仅是幻化现象 非夜回向 非夜暴回向 大家就更难以理解了 这个从人造作就有夜嘛 那么有这个夜就有夜暴嘛 那么怎么现在又说 非夜回向 非夜暴回向 就没有夜了 没有夜暴了 那怎么前面那么说 现在又这么说呢 那记住 现在讲究的是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上呢 它会 依一切真实处看齐 那从真实处看齐呢 你看看这个夜 这些夜要是真实的 它就万古不变了 这个夜暴要是真实的 它也是万古不变了 因为这些夜和夜暴 它都是幻化现象 都是幻化现象 从真实角度来讲 没有这些夜 它仅仅是幻化现象 就像我们这个屏幕啊 我们屏幕呢 从真实角度上来讲 它仅仅是块玻璃 从这个屏幕的作用来讲呢 它可以展现出来 这些所有的文字啊 图片啊 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是屏幕的作用 这些现象是屏幕的作用 是依屏幕而展现出来的 所以说呢 从真实处来讲 那仅仅是屏幕 从屏幕这个角度来讲 它非夜 非夜暴 这个屏幕并不是夜啊 这个屏幕也并不是夜暴 这个屏幕不是夜 不是夜暴 屏幕就是屏幕 那么我们众生呢 也是一样 众生的自性就是自性 那么呢 就会在你自性上 自性就叫体嘛 就在你自性这个体上 依体而生用 那什么叫用呢 就是这些幻化现象 依你这个自性的体而生这个用 生这些个幻化现象 那这些幻化现象的规律是什么呢 你造什么业 有什么报 那是幻化现象上的规律 那是幻化现象上的规律 所以说呢 我们从真实角度来讲 要做这种回向 就是非夜回向 非夜暴回向 就是从真实处来讲 自性来讲 它不是夜 它也不是夜暴 好 在接下来呢 非分别回向 非分别回向 非无分别回向 那什么叫做 非分别回向呢 你比如说 菩萨这个一切智慧啊 体性也好 一切智也好 那这一切智啊 它并不是分别 它并不是分别以后 才发挥这种作用 它就遇到事的当下 就已经智慧流露了 它不去分别了 那去分别的人呢 还没有智慧的人 才会去分别的 我们再做个比喻说 你比如说 你懂电脑的人 懂电脑的人 你伸手 就知道该怎么做 你并没有分别的 你不懂电脑的人呢 他首先就要分别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要辨别 要把它分开 分开辨别 分开辨别以后 他还不会用 他没学过嘛 他没学过嘛 那么我们呢 对电脑非常精通的人 他摸起电脑来 他不去分别 他不会说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不会去分开辨别 伸手就会用了 那么真正剧足一切智的时候 就会达到这种 无分别的自然流露 因为你有这个智了 一切智嘛 一切智 因为你有这个了以后 就自然而然 就无分别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回向 要非分别 回向 不去分别 不分别 不分别 我们要回向到 不分别 这是 由于这个智慧流露 那在接下来 就非无分别 回向 非无分别 回向 那什么 前面就讲了 不分别 现在怎么又说 不能没有分别呢 不能没有分别呢 那这个不能没有分别 也不是我们那个 不清楚 不明白的分别 你比如说 佛 菩萨 他都要记住一切智 是佛 佛记住一切智 菩萨还没有记住 那佛记住一切智的时候 他遇到不同的人 他会说不同的法 来利益 这个不同的人 因为他遇到不同的人 当下就知道 他的根性 因缘 他当下就能流露出法 就可以当下利益这个众生 因为佛可以当下 就自然流露 那你能说他 没有分别吗 要是没有分别的话 他对这个人讲这个法 对一切人都应该讲这个法 那就叫无分别了 但是佛呢 就可以自然而然的 流露法 对你不同的众生 他会自然流露不同的法 来利益众生 从这个角度来讲 叫非无分别回向 并不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这种分别 也是无分别的分别 他根本没有去 像众生那样 去分门别类 还搞不清楚 佛呢 就是无分别的这种分别 这块跟大家讲 似乎有点难一点 希望大家能理解 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就好了 好 在接下来就是 非想回向 非想以回向 非思 非思回向 非思以回向 那佛呢 他不会就像前面一样 前面讲想 现在讲思 那这个思和想 有什么不同呢 思和想 有什么不同呢 那想 是你心目当中的 种种建立点 你这想就想那个 都是你建立好的 那什么叫思呢 就是你已经建立好这些点 你在追思 不停地在追思 叫思 那什么叫非思回向 那和前面那个想是一样的 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那个思 也没有真正思以后 那些也都是幻化现象 并没有真实的 并没有真实的 好 在接下来就 非心回向 非无心回向 非心回向 非无心回向 真正你拥有一切之的时候啊 你就知道了 那这一切 真有个什么心吗 你比如说我们打幻想 这个心 真有这个心在吗 就这心在吗 从真实 你找 他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 所以说呢 叫非心回向 比如说我们回向 我们把这些回向 回向能对这个非心 这个是 运是透 那什么叫非无心回向呢 虽然说 他没有一个真实的心 但是呢 这个打幻想 这个心 你也不能说没有啊 叫非无心回向 也不能说他没有 这种现象来讲 不能说他没有 那这一段呢 已经上升了那种智慧的境界 大家如果难以理解呢 将来就好好的发愿 愿呢 解如来的这种甚深的境界 意境 再学起来就会好得多了 好 再接下来就是佛子啊 这菩萨摩霍萨 如是回向时 那如果说能像上面 所讲的 用这种智慧 用这种智慧 用这个一切智啊 用这种如实智啊 去回向的时候 那他要是能做到 不住内 不住外 如果说他能不住内 不住外 什么叫不住内 不住外呢 那对内来讲 对内来讲 对外来讲 他都知道 都是幻化现象 他不只到这些 如果说他能不住能源 也不住所源 什么叫能源呢 就是能 就是你自己了 你比如说你能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这叫能源 如果说不住能源 也不住所源 你比如说 我所有的房子 我所有的自行车 那叫所源 如果说你不住能源 这个我 不住所源 我所拥有的这些 也不住因 也不住果 也不住法 也不住非法 就是这些个物啊 物质世界 也不住思 也不住非思 自己妄想 他不只到 也不只到 那大脑一片空白 也不只到大脑一片空白 那叫非思 也不住摄 摄物啊 也不住摄生 这个摄物的生起 也不只到这个摄物的灭亡 也不只到 受 想 行 实 他也不会 只到这个 受想 行 实的生起 他也不会 只到受 想 行 实的灭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到 这些都是幻化现象 仅仅是幻化现象 好 再接下来 佛子啊 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 如果说他能对于这些个法 不住了 不只得了 那这样呢 他就不会 不附摄 不会被摄物所残附 也不会去残附摄 他也不会去残附摄 那也不会残附 这些摄物的生起 也不会残附 这些摄物的生起 也不会残附 这个摄物的灭亡 比如说好多人呢 好多人 希望生个儿子 哎呀 生个儿子真好 那叫摄物上起 那 好多人都 对父母很好 但是父母最后又死了 就搞得纠缠不清 痛苦不已 如果说你能这样的话 如果说你能这样的话 如果说对一切法不住 那就不会 由于你不止着这些 就不会残附摄 也不会残附摄生 也不会残附摄灭 也不会残附受想行实 也不会残附受想行实的生 也不会残附受想行实的灭 假如说你要是能对这一切法 不负了 首先你要不止着 不止着就不残附 那要是不残附了呢 那你对一切法 就不需要解 不需要解的了 不住就是了 何以故 为什么这样说呢 说无有少法 从真实角度来讲 这一切仅仅是荒荒现象 没有一点 没有哪一点点东西是真实的 无有少法 再接下来就是 若现生若已生若当生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现在正在生成的 或者说呢 已经生成的 或者说将来要生成的 你看看有一点真实的吗 是无法可取 无法可住 从真实现象来讲 它没有这个真实的法 可以取 它仅仅是荒荒现象 无法可住 没有一个 你可以指着的法 就像电脑上 这些个文字一样 这些文字 你说你能取出来吗 你说你想指着它 你怎么指着 它仅仅是个现象 你怎么指着 你怎么去取 怎么去指着呢 这一切诸法呀 是自相如是 这些一切文字啊 图片啊 山河大帝 男女老少啊 他自 当下的这个幻化现象 就是这样 这些幻化现象 是无有自性的 这些个幻化现象 是无有自性的 为什么说 这些幻化现象 无有自性呢 因为你看这幻化现象 什么叫自性啊 自性是不变的 那你看这些幻化现象 它是唯有一点 是不变的 没有不变的 那自性相离啊 它和这个自性 是相离的 自性是不变的 它这些现象 都是变的 它是离开 这个自性真实状态了 好 再接下来 你看看 那它仅仅是幻化现象 那非一非二 非一非二 什么意思啊 我们说 我们这个大方广佛 华音经理 这个佛字 会有多少个佛字呢 不是一 也不是有那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仅仅是和幻化现象 一个文字都没有啊 叫非一 也非多 你说有多少多 你都数清楚了 你数的再清楚 仅仅是幻化的文字现象 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文字在那里 它仅仅是幻化现象啊 好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幻化现象道理以后啊 就知道 它是非一 非二 非多 非无量 非小 非大 非狭 非广 非深 非浅 非寂静 非气论 非处 非处所 非法 非非法 非体 非非体 非有 非非有 那这些个非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 它仅仅是个幻化现象 从真实角度来讲 它不存在的 你想象它不变可能吗 它仅仅是正在转换演变过程中的现象 那这些个现象 我们就叫它是非 这些个现象就叫它是非 好 在接下来呢 就是菩萨如是观察 菩萨就是这样的 菩萨就是这样的去观察 观察这一切诸法 山河大地啊 南京老少啊 就观察这些 菩萨如是观察诸法 则为非法 详细详细的观察这个以后 详细详细的观察这些诸法以后 就知道了 哦 原来这些个山河大地 南京老少 并没有山河大地 南京老少 原来这个山河大地 南京老少 并没有一个山河大地 南京老少 那这个非法呢 就是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存在 并不是 大家不要理解错了 不要说菩萨这样的去观察诸法 那是错误的 那是非法的 不是这个意思啊 大家不要理解错了 就是菩萨这样的去观察 观察这个山河大地 南京老少的时候 就知道了 哦 他不是山河大地 南京老少 他直接画画现象 就这样理解就正确了 你不要说菩萨这样的去观察 这一切法啊 那是错误的 那是非法的 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再接下来就是 于言语中 是随事建立 那么菩萨啊 他自己清清楚楚的 这些都是幻化现象 没有一点真实存在 全是清楚以后呢 但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说话呀 他也会随事建立 那随着世间的这个语言概念 从而建立他的法则 他会以非法为法 那大家不要说 那菩萨曾经干非法的事 还说那是法 那不是这个理解方的 不是这个理解的 那这个非法为法 是什么意思呢 那菩萨知道 这一切三合大地 男女老少啊 并不是真正的三合大地 男女老少 这个法 就是三合大地 男女老少 那这些个 并不是真实的东西 那么为了随世俗而建立 世俗人都是什么呢 就把这个不是真实的东西 当作真实东西了 世俗人呢 世俗人就是把这个不是真实的东西 当作真实东西 就非法为法 世俗人建立的观点 世俗人建立的观点 你比如说他看到一个人事物 他就因为是真实的 他把他家的房子 他的身体 这些都当作真实相 实际呢 这些个都是非法的 都不是真实的 都不是真实的 但是他做真实相 这就是世俗人的建立 那菩萨呢 就是于言语中 是随世建立 那世俗人都什么 就非法为法了 再接下来就是 不断诸业道 不舍菩萨 大家又吓到了吧 怎么菩萨还造业呀 怎么菩萨还造业呀 菩萨怎么还不断这些业道呢 要不断这些业 要不断这些业的话 那么还要受保 那怎么菩萨还要造业呢 那菩萨那么高的智慧 怎么还要造业呢 菩萨要造业的 菩萨不造业 怎么叫菩萨呢 大家还理解是吧 菩萨要不断诸业道 不能断 要造业 菩萨不能断 是总造业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不舍菩萨行啊 为了不舍菩萨行 那他只好造业了 那造业就要进入业道 进入业道 他好去行菩萨行啊 好去利益众生啊 那大家看到菩萨慈悲了吧 那为了我们这些个颠倒动生 那菩萨呢 就要造了点业 好来到我们这个身边 来利益我们 这菩萨要不断业道 不舍菩萨行啊 大家如果说稍有点善心 良心都会流泪的 凭什么菩萨这样为我们呢 我们为菩萨做了点什么了 好了 再接下来 菩萨为求一切智是终无退转 他为了去求 求一切智 佛的一切智啊 他绝对不有一点点的退转呢 菩萨他会了 明明了了知道一切夜圆如梦 明明了了知道一切夜圆如梦 夜啊 和这些圆的现象啊 夜的现象 圆的现象都像梦一样 那菩萨知道 这些所有的生 阴生 这所有的阴生 就如同响一样 响声响声 把你对大山喊一句话 他就回响嘛 那众生啊 众生的这种现象都什么 就像影一样 就像我们屏幕上 幻线的这些一个影子一样 现实生活当中 众生如影 诸法如幻 三河大帝 男女老少 都是幻化的 那菩萨虽然说 明明了老知道这一切 但是呢 他也不坏 这种因缘业力 虽然说他知道这些 但是呢 他也绝对尊重 因缘业力的果报 他知道 他不去坏这种 他不会断言的说 没有因缘果报 他不会这样说的 他不坏这种智慧 而又不坏 因缘业力 那菩萨明明了了 知道诸业 诸业其用广大 这个说的非常好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业 这些业都是在心地用上 才有这个业源现象 那这个用啊 是广大的 菩萨明明了了知道 诸业其用广大 那菩萨呢 清清楚楚 解一切法 解无所作 菩萨清清楚楚的明白 这一切法 都是无所作的 你不管怎么做 他也做不出来一点真实的 你只能做出来 幻幻现象 从真实角度来讲 都无所作 那菩萨呢 就会去行 无作道 虽然说这是无所作的 幻化现象 那菩萨就要钻到这个 无作的幻化现象当中 是未成斩废 从来他也没会 没有暂时的停止一下 或者说 既然都是幻化现象 何必去搞呢 算了不搞了 舍弃吧 菩萨不会了 那为什么会不会的呢 他要是为了求一切智啊 为了成佛道啊 他不会毁犯自己的誓言的 好了 阿弥陀佛 我们在接下来 继续读读读一下 我阿弥陀佛 菩萨 佛指 慈菩萨摩何萨 助一切智 若处 非处 普皆回向 一切智信 于一切处 皆兮回向 无有退转 一何异故 作明回向 永度世间 至于彼岸 顾明回向 永出 足运 自于彼岸 顾明回向 度 言与道 自于彼岸 顾明回向 离种种想 自于彼岸 顾明回向 永断 生建 自于彼岸 顾明回向 永一一处 自于彼岸 顾明回向 永绝所作 自于彼岸 顾明回向 永出诸有 自于彼岸 顾明回向 永蛇诸取 自于彼岸 顾明回向 永出四法 自于彼岸 顾明回向 佛子 婆生和萨 如是回向时 则为 随顾明回向 随顺佛 随顺佛 住 随顺智住 随顺菩提住 随顺义住 随顺回向住 随顺境界住 随顺行住 随顺真实住 佛子 佛子 佛萨 蒙和萨 如是回向 则为了达一切诸法 则为成事一切诸佛 无有一佛 而不成事 无有一法 而不共良 无有一法 而可灭坏 无有一法 而可 而可怪畏 无有一物 而可贪酌 无有一法 而可厌礼 不见内外 一切诸法 有少灭坏 唯一缘道 法力具足 无有修 佛子 四为菩萨摩和萨 第六 随顺 坚固一切 善根回向 菩萨摩和萨 住此回向时 常为诸佛 知所护念 坚固不退 入身法性 修一切智 随顺法意 随顺法性 随顺一切 坚固善根 随顺一切 圆满大愿 具足随顺 兼顺之法 一切金刚 所不能坏 于诸法中 而得自在 阿弥陀佛 好了 那我们就展示 写到这里 我们在 那这一段 都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不能再多写 再多写呢 我希望这里面有好多 大家都要记住的 也说我们这样回向 能得到什么 都说得清清楚楚了 有好多东西 大家都要记忆的 好 大家来 那是佛子 菩萨摩和萨 他住一切智 按住在一切智中 不管是处 非处 不管是地方 不是地方 普及回向 一切智 就是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什么种功德 硬核 功德 你都可以回向 一切智 是处 非处 都可以回向 一切智性 你有这个处 或者说你无这个处 好多人呢 都说空空 你把空也要 回向一切智性 你说有 实实在在的有 那你也回向 回向到一切智性 这一切智性 一切智的本性啊 非常重要的 菩萨呢 能安住在一切智 他就会把 若处 若非处 普及回向 一切智性 一切智啊 他细节回向 处处 他都可以回向了 那大家会想象不同 那不好的 不好的 怎么办 不好的 我们也回向了 如果你愿意 四处 非处 不接回向 那一切智 细节回向 以后 就可以 无有退转 以何意固 说明回向 我们用什么样的意义 来说 叫做回向呢 这回向 什么 究竟什么 叫做回向呢 回向的意义 是什么 我们用什么样的意义 来说明 是回向呢 就是 永度 世间 至于彼岸 我们 再说明白一点 就是 把一切 把一切都回向 回向到彼岸上 把一切都回向到彼岸 彼岸 就是一切智 一切智性啊 所以说呢 叫永度 世间 至于彼岸 所以说 叫做回向 那 永出五运 至于彼岸 因为众生啊 都自着 自着这个 射受想 行识 什么叫射受想 行识啊 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受 就是身体的感受 这个行韵呢 就身体的变化 为行韵 什么叫想呢 就我们天天 胡思乱想 那妄想 这叫想韵 什么叫时韵呢 就是我们种种的夜息啊 那叫时韵 我们是为了 永远处理这五运 能到达一切智 到达一切智性的彼岸 所以说叫回向 在接下来 度言语道 至于彼岸 度言语道 至于彼岸 什么叫度 言语道呢 那我们 这成绩 就是成全说话 那你看看说话 有一点真实性吗 大家看一看 这个说话 说话 无非你口 发音声 开口发音声 你认为这个音声 你认为这个音声是什么意义 那就是什么意义 无非都是妄想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个语言道 就是种种妄想 多能把他转换成为一切智 把他转换成为一切智 就是度言语道 至于彼岸 所以说叫做回向 我们也是为了离种种想 我们也是为了离种种想 至于彼岸 所以说叫回向 我们为了离开这种种的妄想 胡思乱想 能到达一切智的彼岸 从种种想的齿岸 到达一切智的彼岸 所以说叫做回向 再接下来就是 为了永断身见 至于彼岸 这个身见 大家学百业经就知道 那么二十个撒加耶见 就是种种邪见 种种邪见当中呢 就有这个身见 这个身见呢 不是人才有 那所有众生都有这个身见 什么叫身见呢 就指着这个射身是自我呀 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射身呢 说白了 他只是一个虫巢 幻化现象 一个活动厕所 是真的吧 你稍微懂一点科学知识的 你就知道 我们的身体呀 有好多维生物细菌呢 在里面安住 你说是不是虫巢呢 那些虫的巢穴 是不是 你看看这身体 哪个身体里面没有 泛尿呢 活动的厕所啊 那个身体 仅仅是个幻化现象啊 但是众生啊 不知道 他因为这个身是石友 现在我们为了断除 这个身见 这个石友 能达到一切质的底案 所以说要回向 所以说教作回向 好 在接下来呢 这是永离一处至于彼岸 永离一处至于彼岸 那么众生 为什么会在这个此案 在此案 在众生这个状态当中 不愿意离开呢 因为他愿意依赖啊 有的人呢 依赖床 有的人呢 那么依赖食物 依赖食物 那都欲界众生 这三种欲望嘛 欲界众生 三种欲望 第一种欲望 这食欲啊 第二种是淫欲啊 第三种是碎欲啊 这欲界众生 三种欲望 那么众生都依赖这些 完了还依赖身体 什么依赖父母 依赖夫妻 依赖儿女 依赖房子 依赖 现在还要依赖店 没店 大家都 没办法听法了 这依赖多了 那众生都在这种依赖状态当中 有依赖现象 你就有这种 离不开此案 所以说你就永远到达不了彼岸 我们说到北京去 你总要离开你现有的住处啊 开始走才能有机会到达北京这地方 好 我这人我使活 我就不离开我这个地方 我又想到北京去 那能去的成吗 能去的成吗 去不了的 你永远去不了的 一定你要离开你现有的地方 不管你走路也好 坐车也好 坐飞机也好 你总要离开你这个地方 才有机会到达北京啊 你不离开这些地方 你到达不了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永离一处 至于一切至的彼岸 到达一切至的彼岸 这个就叫做回向 好 再接下来就是 永绝所坐 至于彼岸 永绝所坐 至于彼岸 那么呢 众生啊 都把这一座真实想啊 所以说呢 做房子 做衣服 工作啊 这个这个坐 那个那个坐 坐的太多了 那么我们呢 要永绝所坐 比如说我们 所造作的一切 统统都回向 都回向到彼岸 我们所造作的一切 都要回向到彼岸 那么呢 不留此岸的一点痕迹 这个就叫做回向 我们永 我们永远的处理 我们永远的处理 有 这个范畴 至于彼岸 什么叫永出 诸有 至于彼岸呢 我们说 三界又叫三有啊 为什么三界 又叫三有呢 因为 三界以内的众生啊 他都是因为 有 有我啊 有人 有众生 有受者 有山河大地 有天公 有宝贝 还有天女呢 总是有 正因为有 就是此岸 那么我们现在 要永远离开 这些诸有的此岸 才有机会 到达一切之彼岸 故名回向 我们把这一切 都回向到 彼岸上去 回向彼岸上去 所以说 叫做回向 然后 恭喜 今天有事情 是 谢谢珍贵的 对象老师 应该 大家可以听得到吗 我 请大家和我一起 发 兼顾 输涉无比的 四回向 道应 好 谢谢大家 感恩 诸位 虽然输出 具足 因缘和能力 尝得一切 诸佛 愿力 加持 自在展现 修起一切善根 用所有的善根 做回向的时候 深口一夜 都是解脱的 不执着 无残妇 无众生想 无命者想 无补特切罗 众生想 无人想 无童子想 无身者想 无作者想 无色者想 无有想 无无想 无今世 后世想 无始始生彼想 无常想 无无常想 无三有想 无无三有想 非想 非非想 就是这样做 非父回向 非父解回向 非夜回向 非夜报回向 非分别回向 非无分别回向 非生回向 非失以回向 非心回向 非无心回向 回向的时候 不住类 不住外 不住人缘 不住所缘 不住因 不住果 不住法 不住非法 不住诗 不住非诗 不住摄物 不住摄物的生气 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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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执着 受想行时 也不执着 受想行时的生气 也不执着 受想行时的灭 对一切法 不执着 不去 也不执着 受想行时的生气 也不会 残覆 受想行时的生气 也不执着 受想行时的生气 也不执着 受想行时的灭 对一切法 不执着 对一切法 不需要解 因为无有少法 现在正在生成 或者已经生成 或者将来要生成的 没有真实的法 可以去 没有一个我 可以执着的法 一切诸法 当下的幻化现象 就是这样的 这些幻化现象 是无有真实的 没有一点是不变的 它和自信是相迷的 非一非二 非多 非无量 非小 非狭 非广 非深 非浅 非寂静 非细论 非处 非非处 非法 非非法 非体 非非体 非有 非非有 这样去观察一切诸法 清清楚楚 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的 没有一点是 没有一点是真实存在 虽然清楚这些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 也会随着世界的语言和概念 建立法则 知道这些并不是真实的东西 为了随世俗而建立 不但出业道 为了不舍 菩萨行 为了求佛的一切智 绝对没有一点点退转 明明了了 知道一切业的现象和原类现象 都像梦一样 知道所有的音声如同响一样 众生现象就像屏幕上 幻性的影子一样 山河大地 蓝绿老少 都是幻化的 虽然明明了了 知道这一切 但是也不坏这些因缘业力 绝对尊重这种因缘果报 明明了了了 知道这些业 都是心定的用 这个用是非常管大的 虽然清清楚楚 明白一切法都是 无所做的 还是会到这个 无做的幻化现象当中 去陪众生 从来没有正式的停止过 也不会想 既然是幻化现象 我可必须去搞 能上了 不搞了 舍弃吧 安住在一切之中 不管是处 非处 都可以回向一切自信 与一切处 都回向 无有退转 同时 具足极大 欢喜喜行 大梦 清净利益 不乱追忆的恋 加持使用 固定成为 治理部分 甚至 强远切合 众生 根基的智慧 圆满 此为行使 救护一切众生 吃愿的尊如 并且使合作 发挥妙用 谢谢大家 下面有请 我们 中规的 Dessy老师 好 我们一起分享 感恩 金金 师兄 谢谢 好 恭请大家 与我一起来发 兼顾诗院 诗院 输出剧组 因缘和能力 藏得一切 诸佛愿力 加持 自在展现 修集一切善根 用所有的善根 做回向的时候 深恐异业 都是解脱的 不执着 不残腹 无众生想 无命者想 无普特切螺 众生想 无人想 无童子想 无生者想 无作者想 无受者想 无有想 无无想 无今世后世想 无始此生彼想 无常想 无无常想 无三有想 无无三有想 非想 非非想 就是这样做 非复回向 非复解回向 非夜回向 非夜报回向 非分别回向 非无分别回向 非思回向 非思以回向 非心回向 非无心回向 回向的时候 不着内 不着外 不着能源 不着所缘 不着因 不着果 不着法 不着非法 不着思 不着非思 不着色物 不着色物的生起 也不执着色物的灭亡 不执着受想 行时 也不执着受想 行时的生起 也不执着受想 行时的灭 对一切法 不执着 不去残复色 不残复色物的生起 也不会残复色物的灭亡 也不残复受想行时 不残复受想行时的生起 也不残复受想行时的灭 对一切法不残复 对一切法不需要解 因为无有少法 现在正在生成 或者已经生成 或者将来要生成的 没有真实的法可以取 没有一个我可以执着的法 一切诸法当下的幻化现象 就是这样的 这些幻化现象 是无有真实的 没有一点是不变的 它和自信是相离的 非一 非二 非多 非无量 非小 非狭 非广 非深 非浅 非寂静 非细论 非处 非非处 非法 非非法 非体 非非体 非有 非非有 这样的去观察一切诸法 清清楚楚知道 这一切都是幻化的 没有一点是真实存在 虽然清楚这些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 也会随着世间的语言和概念 建立法则 知道这些并不是真实的东西 为了随世俗而建立 不断诸业道 为了不舍菩萨行 为了求佛的一切智 绝对没有一点点退短 明明了了知道 一切业的现象和原的现象 就像梦一样 知道所有的音声如同响一样 众生现象就像屏幕上 幻现的影子一样 山河大帝 男女老少都是幻化的 虽然明明了了知道这一切 但是也不坏这些因缘业力 绝对尊重这种因缘果报 明明了了知道这些业 都是心地的用 这个用是非常广大的 虽然清清楚楚明白 一些法都是无所做的 还是会到这个无所做的 幻化现象当中去陪众生 从来没有暂时的停止过 也不会想 既然是幻化现象 我何必去搞 算了 不搞了 舍弃吧 安住在一切智中 不管是处非处 都可以回向一切智信 与一切处都回向 无有退转 逢是具足极大欢喜献心 大梦经经理不乱专业的念 将此思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深层巧妙去合众生跟进的智慧 圆满慈悲习舍 就会接众生 此愿等真如遍迹时空处 发挥妙用 还有七分钟时间 还有哪位大德同修 需要丧麦发愿的 请打救 有请小菊师兄 感恩老师慈悲恩赐 随喜大众 兼顾十回向大院的 殊胜善根功德能力 我接着来 誓愿速速俱足 因缘和能力 尝得一切诸佛 愿力加持 自在展现 修集一切善根 用所有的善根 做回向的时候 身口意也都是解脱的 不执着 不承复 无众生响 无命哲响 无捕特切罗响 无人响 无童子响 无生哲响 无作哲响 无受哲响 无有响 无无响 无今世后世响 无生哲 无死哲响 无生哲响 无常响 无无常响 无三有响 无无三有响 非响 非响 非非响 就是这样 做非父回响 非父解回响 非夜回响 非夜暴回响 非分别回响 非无分别回响 非思回响 非思已回响 非心回响 非无心回响 回响的时候 不着内 不着外 不着能源 不着所源 不着因 不着果 不着法 不着非法 不着思 不着非思 不着色物 不着色物的生起 也不执着色物的灭黄 不执着受想行实 也不执着受想行实的生起 也不执着受想行实的灭 对一切法不执着 不去藏负色 不藏负色物的生起 也不会藏负色物的灭黄 也不藏负色物的灭黄 也不藏负受想行实的生起 也不藏负受想行实的灭 对一切法不藏负 对一切法不需要解 因为无有少法 现在正在生成 或者已经生成 或者将来要生成的 没有真实的法可以取 没有一个我可以执着的法 没有一个我可以执着的法 一切诸法当下的幻化现象 就是这样的 这些幻化现象 是无有真实的 没有一点是不变的 它和自信是相离的 这样的去观察一切诸法 清清楚楚知道 这一切都是幻化的 没有一点是真实存在 虽然清楚这些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 也会随着世间的语言和概念 建立法则 知道这些并不是真实的东西 为了随世俗而建立 不断诸夜道 为了不舍菩萨行 为了求佛的一切智 绝对没有一点点退转 明明了了知道 一切夜的现象和圆的现象 都像梦一样 知道所有的音声 如同响一样 纵生现象就像屏幕上 幻现的影子一样 山河大地 男女老少 都是幻化的 虽然明明了了知道这一切 但是也不坏这些 因缘业力 绝对尊重这种 因缘果报 明明了了知道 这些夜都是心地的用 这个用是非常广大的 虽然清清楚楚 明白一切法 都是无所做的 还是会到这个无作的幻化现象当中 去陪众生 从来没有暂时的停止过 也不会想 既然是幻化现象 我何必去搞呢 算了 不搞了 舍弃吧 安住在一切之中 不管是处 非处 都可以回向一切自信 于一切处都回向 没有退转 同时 具足极大的欢喜 信心 大勇猛精进力 不乱专一的念 将此誓愿固定成为 自己的一部分 生成巧妙 契合众生根基的智慧 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 此愿等真如 遍一切时空处 发挥尿用 感恩老师随喜大家的功德 我发 无尽感恩珍贵的各位 大德同秀 好 我们学习时间到了 我就停止共享 恭送各位珍贵的大德